当然那个用法可能不是讲这指标 它是一套组合 我们会讲到 所以我们今天先做一个铺垫 先做一个铺垫 那么这个方法呢 特别简单 总区额率来说 我自己没有做过具体的统计 还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不像我们一般的指标呢 出现的比较频繁 那这个呢也不频繁 那你比如说像 像大家都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 在这个位置有 看清楚了吗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啊 这个一看在这个位置就有 所以一直到什么 现在它的就是在这嘛 是在这嘛 这不算 这是一个分值 看这 这是放大了 这怎么样 缩小 它缩短对的就是这附近 能理解了吗 它的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有一个特点 大家多去总结 一个呢是容易出现在 中期底部一般才容易出现 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上升途中 什么短线呀 什么都不出现 它一般出现都是 左侧出现这种中期的下跌 而且一般容易出现在什么呢 就是这个横盘结束的波段的启动点 容易出现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讲那股票 很长时间横盘它不出现 就是启动了 主题都结束了 它会出现 那么反过来讲 当一旦出现以后 那后期那一般都还是利用比较可观的 像这个位置的是没有的 像这个位置也没有 这位置也没有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位置确切的说应该是有了 是不是有了 有了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有的 这位置一看就有 对吧 大家发现总理观察效果是非常怎么样 不错的 你看你买到了这个附近 对吧 非常启动 好 那么如果你学多了 我们刚才就 咱们其实讲了一个红柱 我说一句话 你们回家自己组题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柱什么 柱体啊 柱体的这个长还有什么 短都视为一次重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一次 我们写上这个关键词 重要的什么 重要的 机会啊 就是不管是这个 绿 还是这个什么 红啊 就是这个计划 很重要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柱体 每次长和短 都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那OK 那那你们可以回家按照我跟你说的这个 依据去交易啊 依据去交易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你比如说 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刚才我们看红色的是分值是找买点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找绿色的柱体啊 那绿色的柱体大家看到呢 就不管长和短了 那么看到它也是有分值的 这是左分 这是什么分 对 右分啊 那么大家看到呢 这个柱体开始就缩短对吧 那缩短之后对应的是这根K线 是不是对应这个K线 那后期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有一个什么 跌漏的 那那个位置容易出中期的什么点 高点 那就可以反过来去 去怎么样去用 反过来去用 然后 就是这么个意思 能明白了吗 嗯 那么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很很讲究啊 那刚才我们卖到这啊 那我们再来看这啊 看这它是很有意思的啊 就是你把它反过来分析 比如说 我把 再缩短 刚才我们应该是在这对吧 刚才我们应该在这 对吧 延后呢 这个绿色柱子缩短这样起来 大家看到了啊 这个右侧呢 是在这个位置来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柱子是不是缩短了 我妈他说柱体长和短吗 大家看到这是增长的对吗 走到这一次是首次缩短是吗 你应该是首次缩短啊 这柱子延长吗 这是不是首次缩短啊 就那个K线 我妈按照这个说 也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啊 那大家看到 它它是能能理解我说意思了吗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先回调的什么 结束点啊 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买点还怎么样 还不一样啊 还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研究这些个 一些个东西啊 你包括在这个位置长起来 以后大家看到这个柱体呢 是是缩短的 这次缩短呢 对于在这起来 这次缩短是在这对吗 大家看到后期就怎么样 就漏了 跌漏以后就什么点了 就什么点了 就是卖点了啊 卖点了 那么还有一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说第一 就是只有一根 能懂我说意思吗 只有一根 一根红柱 也有的情况是 只有一根什么 绿色的 当然你们说就是青色的 就一根青色的柱体 那个也很重要啊 都很重要 还有一个也重要 就是说 这是绿柱 这是什么 就青柱和红柱 就交界点很重要 就说大家看到这是青变红 这是红变什么 青 都很重要啊 所有的我们把这些个柱体的变化 都可以罗列出来啊 罗列出来 那么大家看到 还可以反过来 怎么就反过来了呢 大家看到这柱体是绿色的 就青色的啊 我们重新走好延长 当然这位置缩短 一直在缩短 这个位置呢 开始怎么样 由短变什么 长 就反过来 大家看到啊 这是长的 这是短的 这又开始怎么样 首次变长 这个就是由谷底起来的 这个位置如果突破了 这也是有什么点呢 买点 就妈家说了 所有的长短 都是一次 关键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思路 去分析啊 那我们周四讲到的内容 讲什么呢 叫题目你们都看到了 叫股市死亡地带 那时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一堂课程 那个课程是比较成熟了 我讲了好几遍啊 我是在别的地方讲过 然后我们在针对我们新加坡的股票 我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不单 我们因为这边股票是不单可以做多 有的还可以做期权 可以做什么 做空 那好 那我就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什么区域能做空 什么区域只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做股票就是 你看你们做股票 其实要不就只做多 要不就是 哇也做空也做多 那么这个时候你做多能做空的时候 这个就为什么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呢 你比如说香港的会员 我问他们 你们能做空对吧 他们说能 我说他们做不做呢 他料是我们一般都不敢做空 我们就是只能上仗我们 下跌我们就怎么样 就最好不做 那实际上你就浪费机会了 按道理来讲 就上仗了你做多 下跌了你反手怎么样 做空就是账也赚钱 跌怎么样 也赚钱 哇那你资金充分利用 那这样一来说 难度就怎么样 就加大了 弄不好了就怎么样了呢 你做多他往下走 你做空他怎么样 他往下走 哇你想你 你做错了 挨一巴掌 你说做错了 你压多往下 你压空怎么样 他往上 左一巴掌怎么样 又一巴掌 那这个 两点都中了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我没做过股票 但是我做过外汇 你知道吗 哎呦 天哪 就你不做 那正常摩托好 你压的是买的 你往上做 他分石头往下走 你往下做 他分石头怎么样 往上走 来来回回对着跟你去做 很难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什么叫股市死亡地带 就是这个区域 就就说这个区域 现在适合做做是做空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因为你做多做空的仓位呀 方法都怎么样 都不一样 你打理由说简单 这个 趋势往往红了 就做多 轻的就怎么样 做空 那可不这么简单啊 这是最简单 可不是这么简单啊 那我们这个下周呢 会这个去讲到这个课程 那当然周四的这个课程 也是为我那个 跟我那个大师班有贴切 因为我们大师班 讲到一个成交量 有有油资量能 是不是啊 那个油资量能里面 专门有 就是他那个油资量能 有两套 一套是 做多的买点和什么 卖点 另一套是 做空的买点和什么 卖点 那比如说料是不对 那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呀 那你比如说 假如说按照你这个油资量 这是个买点 这是个什么 卖点 那这个卖点不就是你做空的买点吗 不对呀 不能这么去做 你这个做肯定是不专业的 明白了吗 你要想做空 它是有专业的这种相应的技术 所以我这个油资量能那套技术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识别出来 油资在这一阶段 它是油资是做多的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不是行情适合做多 是明确的告诉你 油资在这一段时间 这个股票 这种走法 明显是被油资在怎么样 在炒作 在往哪炒作 在往上再做多 在这一段时间 明确的告诉你 油资是在怎么样 做空 不是油资在休息 明白我说意思吗 不是没有主力的股票下跌 是有主力的股票下跌 这个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做空 大家切记了 不是下跌就能做空 是油主力了 主力在刻意让市场往哪走 这个时候最适合你怎么样 你做空 如果没有主力了 股票是缓慢的正常的怎么样 下跌 而一堆散户吃不着下跌 你这个做空 耽误的时间是怎么样 很长的 不专业 所以我们讲的 大师班讲的一套油资料 他就是专门 他有确切的说 有几个买卖点 两个买点 两个什么 卖点 这个买点 对应的这个卖点 是专门用来做什么 做多的 然后另一个买点和卖点 专门用来怎么样 做空的 当然那么做空的买点 肯定出现在阶段的什么位置 高位置 肯定那个买点 买完以后股票是往哪走的 往下走 在底下把仓怎么样 平掉 那个做多的买点 肯定是起点 然后呢 这附近是什么点 卖点 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做 当然那个东西啊 你学完以后 它不像我们那个趋势王翻红 就什么位置都会翻红 那个是这一段时间没有 这一段时间股票上涨 但是也没有买点 因为量能嘛 油资嘛 我们只能找出来 母一段去做多 母一段怎么做空 当然了 最完美的是什么呢 这一段油资做多 反过来油资怎么样 做空 这个就比较少了 一般油资做完 一般都休息一段时间 或者换一只股票再做 当然了 那个东西 也是我们今年大师班讲完的特色 就是所有东西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的东西 学完以后啊 直接能用咱们静态软件 直接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信号 可以变成信号 知道什么叫信号吗 就直接可以变成信号 那么变成信号有什么作用呢 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给你能直观的 能把知识能通过这个软件 以不同的颜色 或者不同的图标能怎么样 能怎么样 能实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油资 就是我们刚才说 流量能是做多 是不是做多啊 做多你得自己去找啊 你得学完自己去找啊 哎呦 直接现场交完以后 我现场直接帮你们编成什么 信号 你直接 哇 这里面 直接给你 直接画了一个圆圈 或者K线给你染成什么颜色 黄色 这就做多 哇 这染成蓝色 这就油资开始怎么样 做空 而且那么 如果能实现成信号 那就 就一定可以用来干什么东西啊 可以干什么东西啊 选股 选股的嘛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翻了 明白 那个条件很多 你翻是翻不出来的 你们学的又慢 哇 翻完了 已经忘记学什么了 那个东西不一样 那个直接就给你 直接实现出来了 你 你竞贷软件直接就出现了 那 所以直接是可以转化成交易的 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一个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 好了 呃 再一个呢就是周四呢 我们讲 那么周五啊 应该刚才 领导文人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师班 课前的什么 辅导 辅导 以我之见 其实辅导不辅导意义不大 啊 没必要 啊 那么什么叫辅导呢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你把你内容讲出来一部分 是不是 我呢 不是我的这个风格 我的风格呢就是 惊喜 意外 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们要等就等到那一天 是不是啊 啊 你不用着急看 对吧 这个 招手解 魔术就在那一天吧 哈哈哈 用他们话就 提前他们先晚一点 那没意思了 那就 要把悬念留到什么 最后 能理解了吗 啊 你那天看起来更精彩 所以我们就 呃 课前会有辅导 但是辅导我可能会 不会讲大师班的内容 能理解了吗 我不会给你拿出来一点点给你讲 不会 我肯定是再给你 多送你一个方法 那是可以的 啊 明白了吗 我送你一个 对对 我送你一个 啊 但是绝对不是我大师班 讲义里面的东西 能明白了吗 这是这个课程 好 呃 还有 有问题吗 有吗 没问题了 刚才我们说那个住的那个 那个你自己去想办法去研究啊 就是那个 找这种的买点 还有找这种什么 卖点 当然这种就是短周期了嘛 那么你比如说这位置都有买点的 买完都有一些什么上账 有的多 有的可能少一些啊 你自己研究啊 好 那么周四是个宣教课啊 肯定就不能那么多会员去了 周四的课程 仅限咱们这个 报了大师班的啊 去 如果你实在想参加 到时候您跟 看什么有补友呀 什么的 带过来一起 可以跟着朋友一块过来 去学习 好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